這次的探空氣球引起關注 其實氣球很早就作為軍事用途 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就表示 多年前擔任飛行員的時候 就有看過中國的探空氣球 不過當時回報並沒有選擇擊落 學者分析探空氣球 可以接受地面的數據 雖然說這個氣球功能不及衛星 但是成本低廉 共軍近年也積極研發 這類型的無人載具運用在戰場經營 三二一 米白色氣球裝滿精氣迅速升空 近來高空氣球引發中美緊張情勢 其實氣球功用很多 五零年代曾經飄送宣傳單跟物資到對岸 空軍氣象連隊綠島探空分隊的 這個探空氣球 則能夠蒐集溫度 濕度等數據 在戰演訓任務時派上用場 高空氣球可以探測大氣環境現象 也漸漸變成戰場經營的一部分 尤其共軍科研團隊不斷研發更大型 飛行高度更高的氣球也具有偵查功能 去年有民眾多次募集中國高空氣球 飛越台灣上空 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表示 多年前擔任飛行員時就有看過 張延廷表示 探空偵查氣球可以收集一些地面參數 雖然功能比不上衛星 不過造價相對便宜 學者分析中共積極運用像是無人機 探空氣球等載具 造價比擊落它的飛彈還要低 很適合戰場運用 它的成本是很低 而且因為它飄在空中 以太陽能的方式讓它持續不斷地在高空中 執行所謂的大氣探測相關的任務 只是它的確可能在這個區域 它移動控制能力是比較低 也有學者認為探空氣球能夠收集的數據有限 美國這一次決定擊落應該是政治考量大於軍事 國防部表示針對台海周邊航空飛行器含空飄氣球 國軍運用聯合勤監針機制都有全程掌握 並且是威脅程度應變反制 記者和朋友組台北報導